侯友宜 確認國民黨拳代會在板橋體育館登場 拿出拼盛選氣勢 體主帥侯友宜造勢 但今年來迎拳代會一言再言 傳出拍板十一月二十四號登場 結合一百三十週年黨慶共同舉辦 國民黨目前仍在懸秘舉辦拳代會的地點 不過據了解這間板橋體育館 已經遭到黨務高層否決 因為包含二零一九年還有二零二三年 韓國瑜跟侯友宜都是在這邊舉辦世事大會 結果通通吞敗 讓黨務高層認為 這邊就是敗選之地 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來因黨務人士透露過去曾使用的場地 通通沒有黨旗 想仿造民進黨大規模在世貿舉辦 也因財務拮据受阻 最常租的板橋體育館 因屢屢敗選遭反對 不排除在中央黨部等三地找主場 視訊連線二十二縣市或北中南分區連線 尋疫情模式 因為今年不是選舉年 所以全代會就不會有提前的一個狀況 那到目前全代會的一些細節 還有包含場地都還在討論當中 全代會是不是敗選之地 我想喔這其實不是問題啦 因為是在人為 全代會地點沒著落 讓朱主席傷透腦筋 就怕半得落差 恐影響黨魁連任氣勢 尤其還有潛藏危機 盧秀燕 侯友宜都被點名 其實做什麼都不一定要斷臉那個角色 相對方是要團結嘛 只要他要選什麼 我們就支持他 往年全代會象徵黨內團結 今年卻是一拖再拖 大選接連落敗 以此無全樂 國民黨高層因應 連找場地都有規矩 3D新聞 黃正傑 王毅德 新北報導